小朋友们的艺术创作 现在在仍然仍往的戏纸火车站也可以看得到 东山国小的同学们艺术展演活动就在戏纸火车站 包括了绘画创作 书法结合了山水画 今年还增加了版画 真的是很精彩 而展出的时间是一直到3月25号为止 带您先读为快 走进戏纸火车站原本单调的大厅变得很有文化气息 东山国小学生艺术创作就在这里展出 包括绘画 书法 摄影作品还有陶艺等等 看得出学生的多彩多艺 比去年更丰富更精彩 有版画 绘画 以及书画作品 还有陶艺 甚至我后面所展示的摄影作品 那老师的部分也有参与展览 那在这里手上所看到的是 我家长会所制作的 有手工香皂以及手工饼干 那在这一次的展演活动里面 我东山国小家长也尽力的为学校来筹募 学生的一个发展基金 所以呢 有意卖两项成品 为了学生有一个展现的舞台 学校就和细致火车站协调 这已经是第四年的展出活动 可以看到学生都是超水准的呈现 这次很特别 除了低年级带来可爱活泼的绘画创作 也有水彩画 还有摄影作品以及陶艺作品 让人打开眼界 其中版画也是今年增加的项目 这幅是五年级小朋友的作品 主题是坐在哨把上飞行的我 有特殊的含义 也让人看到孩子们无限创意 画面中的我是一位魔法师 坐在哨把上遨游飞翔 自由自在又快乐 我的灵感来自于哈利波特 哈利波特这本书里描述着一把具有魔法 可以飞行的哨帚 很吸引我 这幅画是版画 虽然我一开始对版画很陌生 但是经过老师的教导 我逐渐对版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而且版画一次可以印制很多张 地球上能源资源有限 加上资源也有些不够 所以我画了公共汽车和山 希望大家可以节能 不要那么破坏大自然 我不希望这些大自然 这些阳光这些云也被迫害到 当老师告诉我们主题时 一直很犹豫不知道要画什么才好 看到日历上的诗诗 就想到诗诗可以辟邪 也可以守护整个庙宇 而且诗诗的形象也很威猛 就决定画诗诗 我们这个东森国校的小朋友 作品很多 我自己把它看一下 实际上不敢 比我想象的还画得更好 更漂亮 所以欢迎大家来欣赏 来跟我们小孩子鼓励鼓励 有环境教育以画作来带出节能减碳的重要性 在火车站的师生一文连展 让小朋友的作品有一个展现舞台 这群爱画画的学生 对能够来到人来人往的火车站展出感到很兴奋 而在这个星期六 他们有一个开幕式 也特地准备了精彩的表演 希望大家都能够去看看他们的成果展现 其中在学校成立四年的踢踏舞 孩子们也用心准备要呈现给大家 在我们学校有一到六年级的学生都有学 但是可能别的学校比较不会有这种活动 踢踏舞是一种运动的表演 也是一种可以让人心情愉快的一种运动 我已经跳了四年了 但是我每次在跳的时候 还是会感到愉快的 有愉快的心情 今年已经是连续第三年获得 阿兽文化艺术基金会的赞助 赞助我们学校关于踢踏舞的授课终点费 以及学生们他们的踢踏舞鞋 那么让学生们和孩子们 他们真的是在这个课程 可以在艺术生根方面 有更多的美学美感的体验 火车站人来人往看的人多 尤其还收到肯定 也让小朋友们觉得知名度大增 除了24号星期六 校有两点的开幕式 这次在戏纸火车站的展出 一直到3月25号为止 也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前往欣赏 九层慧林细致采访报道 操 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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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